比較多一點的問題 如果你多這個欄 然後底下也許沒有資料 或者有資料一樣 反正你就是上面一定要有欄位名稱 下面一定要有資料 它才是一個完整的欄位 那你不能說這邊沒東西 它看不懂 所以我剛剛有所謂的正規化 就是不能夠有一些不應該出現的東西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好像就有同學 在插入樞紐分析表的時候 選的範圍應該是101 那可是好像有同學是選到更多 好像變成100、105之類的 反正就是多選的這些 所以變成說你選完之後 你除了說有那個年次的資料之外 還會有空白的 因為底下這邊是有一些是沒有資料的 然後會變成說你群組完之後有空白 有空白的話呢 它就不是數字 那不是數字就會造成沒有辦法群組 所以剛剛有同學沒辦法群組 那你就檢查看看 是不是你在插入樞紐分析表的時候 有沒有多選到 不應該選到的資料範圍 如果有那會造成錯誤 所以這些如果假設都沒有發生 那應該比較沒什麼 應該就大概這些吧 這些小細節 那除此之外的話 好像就是一些操作的一些細節 比如說就我覺得書紐分析表剛開始會不太熟練 比如說剛剛同學會拖拉的時候拖拉放錯位置 明明應該放列對不對 放在這邊來 這樣變篩選了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再把它往下拉就可以了 然後再拉一個 如果放錯位置的話沒關係 你可以把它往上拉就清除掉 它其實我覺得是還滿人性化的 因為它圖形化介面 那如果你假設用Python寫這些東西 用Pandas你要寫程式 結果是一樣的 但是它沒有圖形化工具 但是我寫程式我知道要做什麼 可是如果你們沒有這個概念 去學Python的Pandas 你會 這什麼東西完全無法想像 那那個東西實際上就是把 怎麼講 這些圖像化的工具 把它抽象化而已 變成一堆的程式碼 其實我們就是這樣 這邊有一個機關 可能要注意一下 值得欄位設定 如果是加總 那你把它改成技術 那加總是說 把裡面的數字加在一起 比如58 再加58 再加58 加起來的結果 OK 那如果你要算幾個人的話 那就改成技術 當然它還有別的統計方式 比如說什麼平均最大最小成績 有沒有 還算標準差變異數等等的 如果你有需求的話 你可以再改一下 按確定之後就OK了 最後的話就可以把這個圖畫出來 樞紐分析圖 按個確定就可以 我覺得還滿方便的 再接下來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拉 看放大 然後改一個標題等等的就OK了 那未來這些動作 其實甚至還可以再把它程式化 也就是說你把它按按鈕 它就自動幫你全部變出來了 所以如果拿這個來做統計分析 其實還滿方便的 尤其是如果你有大量報表 有沒有 當然大數據 你公司data很多嘛 那如果以前是一個一個慢慢弄 但是如果你會寫程式的話 你真的把它全部程式 自動一鍵按下去 所有的報表通通幫你產生 那不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嗎 對齁 比如說工作表2 改一個叫樞紐分析好了 名稱稍微改一下名稱 那改名稱也很簡單 你就直接在那個工作表名稱上面點兩下 然後它會出現可以重新命名 那你就把它改成叫樞紐分析好了 那我們就知道 這邊有個樞紐分析 好 那就可以切回原來的 就這一個 有沒有 這個是原來的tester 然後呢 樞紐分析它就放前面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是原始資料嘛 我們剛剛做的年次嘛 OK 好 那今天的最後 我們就要再來看有關就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變成按鈕式的 比如上個星期 我們這個資料 就是 是透過輸入公式而產生的 那你想說 每天我都要做這些事啊 那每天都要再輸入一次公式 是不是挺麻煩的嘛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記下來以後呢 變成一個按鈕 按下去 啪 它就自動完成了 然後如果我希望清掉 舊資料 我按一下清除 它就自動幫我清掉的話 那該怎麼做 所以這個是 今天的第二個重點 剛剛是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公式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上個禮拜是把它輸入完 然後向下填滿 對不對 那可是 假設每天都要做 如果每天都做一次 也挺浪費時間的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把它變成程式 那程式 對應到按鈕 也就是我將來可能需要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按下去這個清掉 一個按鈕按下去這個就是再把它恢復 那怎麼做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來學習 如何 這個其實就是程式的 如何產生那個對應的程式 其實第一個就需要錄製去期 所以如果你要錄製去期 要從哪邊開始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上方沒有開發人員嘛 對不對 所以你需要把開發人員那個 頁面標籤給叫出來 一請你在上方箭頭點一下 其他命令 第二的話 制定功能區裡面找到開發人員 OK就在這裡啦 OK可能要記一下 以後的話呢 每次來上課 你就乾脆直接打開 因為後面應該都會用到這個東西 OK那其實你說 老師為什麼他明明有這個功能 為什麼不直接打開呢 主要原因應該是大部分用不到 不過我在想 後面的版本應該是直接打開算了 因為呢 微軟可能會慢慢統計 使用的狀況 每個人幾乎都會打開 那表示大家都會用 那直接打開就好了 就不用再隱藏起來了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開發人員就出現了 再來你就點一下開發人員 那你會發現 他就會多出幾個功能很重要 錄製聚集 然後錄完了聚集放這個清單 然後聚集背後的程式就放Visual Basic 大概會有這幾個比較重要的東西 OK 慢慢習慣一下 因為畢竟可能大部分同學應該是第一次開吧 你說老師那為什麼要打開 其實顧名思義嘛 因為你打開之後 你就會即將成為所謂的開發人員了 那以前就是什麼 一般的使用者 以前的話就是使用別人寫好的 那現在呢 現在就是自己創造的 所以你即將變成一個開發人員 可以自己寫一些 本來不存在的一些功能 OK 好 那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先把它打開 一步 二的話呢 待會我們需要的就是這三個東西 錄製聚集 那其實什麼叫錄製聚集 其實白話意思就是說 它會把你滑鼠鍵盤的動作 自動把它記錄下來 轉換成那個對應的程式碼 那那個程式碼就是VBA的程式碼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應該可以懂了 我是很白話的講 OK 那如果你是愛不太懂 你Google查一下 或者你用Charge VT查一下也沒關係 反正現在很多其實都有相關說明 那只是說很多說明 看半天還是不知所以然 那我是用很白話的意思跟各位講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既然打開它錄製 那錄製的話 其實你可以想像 它有點像一個攝影機 有沒有 我們要拍電影 然後一二三 CAMERA 然後你這時候的話呢 就把它錄下來 可是有沒有可能NG呢 有可能 所以要怎麼樣呢 你要先彩排一下 所以我們待會兒會需要錄兩個按鈕的動作 有點像錄兩段影片 那第一段影片的話 其實只有三個動作 第二段也只有三個動作 所以我先彩排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在錄製聚集之前 我先 DEMO 第一步的話 游標放這邊 所以STEP 1 第二步的話呢 點一下上面的資料編輯的打勾 第三個呢 就是向下填滿 好 三個動作 多餘的不要做 那你說 1 有沒有 2 上面打勾 3的話快點兩下 那你說 老師那上面的攻勢 我可以刪掉重打 可以 但是不建議 為什麼 因為你重打很麻煩嘛 大家如果它有的話 你就輸入 它就幫你記下來 這樣比較簡單 好 所以第一個按鈕 三個動作 第二個按鈕就清楚 那清楚怎麼清楚 一樣哦 游標先放 那個1、2儲存格以外的位置 然後呢 1 游標放這邊 2的話呢 怎麼清比較簡單 我是建議你可以記一個快速鍵 叫Ctrl、Shift、向下 Ctrl、Shift、按住 再按向下鍵 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會幫我們把 這個範圍的資料 全部選到最下方 OK 然後再按Delete 這個時候資料就清空了 Delete鍵應該找得到 OK 完成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剛剛做的那些動作 把它變成劇集哦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開始了 有點像要開始錄製了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你們先把那個熟練一下 不要做NG 那你說老師那個NG怎麼辦 沒關係 重來 可不可以重來 可以 沒問題哦 就跟你錄影錄錯了沒關係 再來一次NG 把它覆蓋過去不就好了 然後我做一次給各位看哦 1 1 我們先錄製 先彩排過啦 OK 3個動作 然後我先做一次給各位看 1 錄製劇 然後他會問你說 那你這個劇集要叫什麼名稱呢 那我第一個劇集要串接好了 因為我要把後面的公式串在前面 變成手機號碼 那我又給一個名稱 叫串接 這個名稱 你如果想改沒關係啦 你就反正取一個 你覺得OK的一個名稱 好 接下來呢 很重要 名稱給的時候 按確定就開始錄了哦 所以你就不能NG了哦 然後我再做一次給各位看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特別注意哦 不要做多餘的動作 你就有點像演員一樣 你講錯了也不OK 你要重來了 反正你要怎麼做後續的動作 就是固定的 1 2 3 按確定 STEP 1 把他蓋過去好了 STEP 1 油標放在1 2儲存格 STEP 2 上面要有公式打個勾 但是公式不見了 所以NG怎麼辦 NG的時候 那就重來 所以這刷NG 建議啦 上面一定要有公式 然後把它復原 所以剛剛NG了哦 NG沒關係 每個人都NG 好啦 那剛剛NG是故意的 其實不是哦 我忘了 OK 有人來面會忘記嘛 所以其實沒有關係 使用工具並不需要那麼嚴肅啦 做錯了哦 沒關係 再來一次 錄製聚齊 然後一樣哦 再來一次串接 他會問你說 你要不要蓋過去 那就蓋過去 按確定 因為剛剛有個名稱一樣 4嘛 STEP 1 放這邊 STEP 2 打勾 點下打勾 表示輸入公式 STEP 3 快點兩下 三個動作 沒有了 那就停止錄製 所以我們第一個動作 就完成了 第二個動作是清除 所以是做第二個按鈕哦 好 第二個按鈕我做的是 錄製 再一樣哦 油標不要放這邊 放這個以外哦 然後錄製 叫做清除 這個是第二個 第二個聚集哦 OK 按確定 清除 就是把資料清掉的意思 OK 按確定 4 然後1 STEP 1 STEP 2是Ctrl Shift向下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STEP 3呢 就是Delete 好了 做完對不對 做完之後就停止錄製 所以呢 我們剛剛錄了兩段程式哦 第一段是串接 第二段是清除 你想說老師那錄完東西在哪裡 前面有個聚集的清單 有沒有 點一下 你就可以在這裡面看到有個叫串接 這邊有個執行 如果你把它按下去哦 這我剛剛做的 串接有沒有 聚集嘛 從這邊叫 然後執行它 如果你可以RUN之後可以得到結果 那恭喜你 做正確 第二個是清除 所以在清單裡面找到清楚 執行它 如果你得到的結果跟我一模一樣的話 那恭喜你 它就已經幫你把你剛剛做的動作記下來 並且重新再被執行過 有沒有很簡單嘛 所以只要不要做錯 不要NG 就不會出現錯誤了 OK 但是你想說 老師呢 這樣在這邊執行 有點麻煩 難不成我每次 我一開電腦 我就要跳到這邊開發人員 然後再跳到聚集 然後在這邊按執行嗎 我想要方便一點 可不可以就是在旁邊幫我增加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就是要串接 所以當我按下串接 它就自動幫我把這個手機號碼全部輸出 按清除也就全部輸出的話 那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第一個就是把它產生兩個 一個叫串接 一個叫清除 然後呢 待會我們就是要在這邊做兩個按鈕 那做按鈕的位置其實也滿好找的 在那個開發人員的正下 等於下方的左邊這邊 有一個插路 然後按鈕其實有兩個 我是建議用這個也是按鈕 那我是建議用上面這個 有沒有這個叫按鈕 有沒有你把游標點一下 這邊就有個按鈕 有沒有 那這邊其實也按鈕 但是我跟各位講 這個比較OK 下面這個的話要另外寫程式 不推薦 建議用這個 那這個按鈕它的使用方法很簡單 就是你只要點它 然後有點像小畫家一樣 在這邊拖拉一個大小 放開之後它會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你這個按鈕 到底要對應到哪一支劇集 那你就跟它講 你按下這個之後 請你幫我執行串接的那一支程式 OK 好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把上面這個名稱 複製一下 為什麼呢 你看 按確定你就知道了 因為它上面的名稱 不會自己幫你把那個 串接兩個字放上去 所以呢 我們其實最後一個動作 就是把它怎樣 貼上去就OK 那你要自己打也可以 然後串接有沒有 然後最後再插路 另外第二個清除 然後再把這個清除 選取它之後 上面的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呢 一樣按確定之後的話 把按鈕4 改成叫做清除 然後呢 你就點旁邊一下 因為這個是設計模式嘛 點旁邊就變成執行模式了 然後你再按串接 如果它可以得到我們剛剛做那三個動作 那恭喜你 表示你OK了 然後再清楚看看好不好OK 有了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 你根本沒有寫任何程式 但是呢 Excel已經幫你把程式寫出來了 這還蠻好的 有沒有 所以你不用寫程式 就有程式的結果 這個功能其實還蠻貼心的 但是你想說 到底它背後做了什麼事情 可以讓我把那個程式寫出來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接下來一樣到劇集 裡面有個什麼 串接有沒有 按下編輯 就有答案了 不過這個編輯待會再看好了 這個編輯實際上 就是會跳到Video Basic 意思是說 它會把那個程式馬 跳出來讓你看到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做修改也是可以的 然後或者是說 你有些程式不會寫 你也可以錄製 然後再去 跟你會寫的部分結合 也可以寫出很複雜的東西 也就是說 你要讓一整天的工作 全部都變成一個自動化流程 也是沒有問題的 OK 當然 人最不喜歡做重複的事情 你會喜歡嗎 叫你做一千次 不要做一千次 做個十次你都會覺得很累 但是卻是電腦的專長 電腦如果做一百萬次 我跟你講 它順便就做完了 而且電腦不用關機 7-11 7-11 其實台灣就24小時 OK 然後執行速度又快 只要開機就可以做 理論上 如果它能做很多人 也能做的事的話 那就可以大大節省人事成本 然後提高效率 所以現在企業的一個趨勢 我要找人的話 第一個 如果它有程式設計的素養 優先入用 OK 但如果沒有 你還要再教它 其實反而浪費時間的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的錄製聚集做完之後 並且做出兩個按鈕 待會我們再來看 到底錄製聚集完之後 它幫你做哪些事情 我們稍微了解一下 慢慢的按部就班 所以 如果你剛開始 對於程式不太了解的話 可以先從這邊開始 就算了 謝謝 谢谢大家